看看您对我们工作还有什么样的指点 什么样的要求 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CBA的 我们广东对江苏的比赛 我对每场比赛都很关心 因为我本身是男球迷 同时又找上这么个老伴 所以从80年代 我们的团队 就是那个会员所的那个团队 抢救的团队 一直每个礼拜六都打球 所以一直打球 对CBA是一直非常关注 今天的比赛也特别关注 当然是我们这些我都很熟悉了 这个老的还有年轻的 胡椒仔 徐杰 这些我都很熟悉 周鹏啊 一见年好像一见年没来 好像这个首队啊 什么 这个我们江苏的 这个 吴 一玉 还有 胡 微东 还有微风 还有等等吧 这些 这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这个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疫情啊 这个大家对这个精神文化的需求非常迫切 所以我相信尽管没这个没有人看 但是呢实际上在家的电视台我估计比平时的CBA 看的还能还多 大家非常需要 而且你们带个好头 因为CBA完了以后下 往后呢就中超了 中超是按照CBA的这个规矩来做 所以这个我 我想你们 是为全国做贡献 因为我这个来了很激动 因为什么 你们那种拼搏的精神 而且这次我看了几场 这个拼搏精神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 我一直还记得 就是我们搞医疗的也是这样 因为不到最后 一定要抢救生命 跟你们 不到最后 一定要 所以我记得最清楚是两个 一个是王世鹏 是在2006那个市井赛那场 跟这个 那次比赛 最后三分 在左边 最后一个超远三分球 拿了 斯洛文尼亚吧 还有一场好像是 这个深圳对新疆吧 那最后一秒二 一秒多钟 那个固权呢 一球一扔 扔到前面 完了以后是 神指结 神指结一下 进了 那个东西 我真的很佩服 你们的精神 我想我们经常 我是跟我的 制务所们 常常用你们的精神 来鼓舞我们的工作 非常感谢 也非常你们 非常感谢你们 对全国 对现在振奋精神 所做出的贡献 你们不要以为 这是看看球 大家高高兴兴 看看技术 很关键的 还是一个精神 这个精神 我很佩服 你们 你们两位 这个五秋宅 你们几位 这个身材并不怎么样 但是非常用 非常出力 非常做得非常好 这个给大家的一个教育 当然还是叫赵瑞 这个我这一条 是非常非常感受 有这样看法 谢谢大家 应该说 现在有很多的 电视机观景 电视机前的观众 在观看我们比赛 我们也想预测一下 看看 中央神 能不能说 我们什么时候 可以再让我们的球迷 回到我们的现场 这一次呢 主要是北京 有一个疫情 否则的话呢 就是往后推了一下 因为看起来呢 这有的国家 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有些甚至 昨天还是达到最高 所以估计有一个过程 但是我相信呢 有没有可能 这是我猜了 最后决赛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 有一部分观众进来啊 这样的 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 长龙马戏团 那是八千多座位 现在是每一场 就有三千多人看球了 所以我估计 我们是不是也有这个可能 我就希望 我的期待是这样 因为观众实在是太希望看球了 对啊 谢谢大家